不排除可能 但是目前没有决定 对 没有 我个人认为 这个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的女性 通常都比男性来得更加的勇敢 我想这个找表态不叫做勇敢 有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嘛 民进党高雄立委徐志杰和国民党立委柯志恩 在电梯前巧遇 选不选高雄市长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所以不见得要急 也不见得要慢才是好的 我想最后会有最恰当的时机 政治上虽然讲缘分 但政治上更需要讲究的是一个勇气 你该想做什么就好好的做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目前政治人物应该有的一个风骨 所以加油林戴华 克志恩替林戴华加油 更是话中有话大酸许智杰不勇敢 就是因为林戴华强先开第一枪 参加高雄市商业会新春脸衣参会 宣布参选2026高雄市长 目前绿营被点名接棒选市长的人 包括立委赖瑞荣 许智杰 林戴华 邱毅盈 前立委刘世芳和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将对上国民党的克志恩 你现在是表态了吧 你是表态了吧 他们又没有问我要不要去选 他们只问民众党 对对对 我完全从来没有对这个选招 完全排出过 我都尊重党中央的一个民主机制 让民意来产生最佳的人选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当下的所有的工作做好 年轻人对政府的一些部分 除了在这个住房 除了在物价等等之外 我认为在网路游戏的这一块也是一个重要的 有意参选的人都没名说 但林戴华积极请走基层 烂热荣周开记者会议争取曝光 更以游戏为主题 确保消费者权益全力抢供年轻票员 各立委动作频频让高雄市长之争提早开打 您希望你就是要言文签退报道 谢谢